你好,欢迎收看7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李慧 封冰箱港口部落阿美族的艺术家 在三年多前以艺术创作来表达 族人还我土地正义有成 今年特别邀请到14位各个艺术领域的艺术家驻村创作 历经半个月的创作 举行了第三届生态艺术村的艺术季开幕典礼 村长艺术家以右改造他说 要在土地种艺术赋予土地薰的价值 2020年正式拿回祖先土地的马古达艾港口部落阿美族人 从此以艺术创作的方式来今年庆祝 而今年迈入第三年 马古达艾生态艺术村艺术季昨天开幕 不少艺术爱好者以及艺术家起居一堂 从6月中旬开始 来自各地艺术领域的14位艺术创作家 不论老中青共同进驻石梯屏 并以自己的方式创作 在这一片祖先的土地上种下艺术 每一个来就是这个土地就已经有这一群 这么强大的人在这边 那何况是来自各个部落的人 每一个人 然后或者说不是原住民的朋友们都一样 他们的领域 他们的掌管那个空间的感觉都非常潜力 那这次我就是来学习 教学工具 因为我来这边最主要的土地是把我们最近这些年最自然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世界观能够跟艺术家们来分析 冯冰箱马口大爱港口部落历经30年的黄我土地运动 在2020年陆续取得祖先土地翻转土地争议 生态艺术村村长姨佑格造艺术家表示 族人不仅是回到土地上生活耕种 更要在土地上种艺术赋予土地新的价值 以前我们在抗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用艺术的行为在这里 用艺术的方式去争取的 然后就想说我们可以土地归还了 我希望我们可以把艺术的严肃 艺术的种子种在这里这样 然后就集结很多的朋友 不管是音乐自由舞台的音乐的朋友这样 然后摆摊的就是市集的朋友 然后还有艺术家 然后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识 我觉得我们很像被土地寄托的人 然后我就说我们可以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没有钱但是希望你们来 他们其实都很支持我们这样 2号班晚4点热闹开幕的封冰箱 第三届马国大爱生态艺术村艺术季 即日起展到8月底 14位驻村艺术家的创作作品 分别错落在实体坪将近5公顷面积的土地间 村长已有格造 呼吁大众也能多发挥公德心 共同维护每一件艺术创作品 透过每一件作品认识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记者是玉兰 风斌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安装作品 中文字幕后